今天真的非常榮幸能夠來分享 五年來台東翻轉的經驗 這是一個從貧困偏鄉 邁向國際幸福城市的故事 我們先來簡單的介紹一下台東 全台灣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積 百分之一的人口 原住民有七個族群 佔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一以上 農特產品非常豐富 好山好水是我們的特色 不過大家可能會想 今天整個這個論壇 都是環繞在全世界的大城市 怎麼突然跑出一個 只有20萬人口的台東 姑且把它當作是一個對照組好了 我相信這個對照組 可以給大家一個 Different Perspective 好山好水的背後 其實有很多的困難 這個是我在五年前上任的時候 台東的問題 所得是全國最低 身心障礙人口的比例全國最高 壽命 平均壽命最短 整個台東線沒有一家電影院 Can you imagine that It's true 生活水平低落 貧窮疾病 學生的學習成果落後 財政困難 人口流失 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問題 其實就是經濟出了問題 其實就是產業出了問題 我們都知道 一定要改善經濟 但是最重要的那個問題 The question is how 那個才是難 是難在那裡 大家都知道經濟要改善嘛 怎麼改善 The answer 創新 改革 我們來談台東要怎麼樣發展產業 你會看到市場規模很小 購買力很薄弱 沒有人 沒有錢 這個交通極度困難 在地也沒有產業 如果我們打開來翻開這樣的一個portfolio 你會覺得說那算了吧 Forget it 這樣的地方 hopeless 台東好山好水是我們最好的條件 那我們能不能利用這個好山好水的環境 去包裝出一些產品來 我們海陸空一起來 在海上 全台灣最好的浪 甚至於亞洲都排在前面的 在台東 我的衝浪比賽是ASP 全世界衝浪的電堂 國際職業性的巡迴比賽其中的一站 就在台東 我在台灣 台東辦的鐵人三項是Challenge Family 是Iron Man 都是國際的品牌 至於熱氣球 我就自創了一個品牌 台灣 International Balloon Festival 這個熱氣球 開辦到現在五年 單單這一個活動已經吸引超過300萬人士到台東來 它的效益其實大到無法估算 媒體的coverage 整個把台東的能見度 國際性的這樣的提高 那個效益其實是無法估算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 我不是在辦活動而已 其實我是在建立一個產業 從第一年辦完之後 我就到西班牙到英國去買球 我就把飛行員送到美國去訓練 這都是台灣全首位有的 現在我有一個機隊了 我有九顆球 我有八個拿美國跟台灣的商業飛行執照 我有一兩百個我訓練出來的地勤人員 甚至於在台東現在有一個航空公司 專門在經營這個熱氣球的飛行的長業 我們也受邀請到全世界幾乎各個地方去參與 國際性的熱氣球加年華 現在台東的熱氣球其實已經是天天帶飛了 只要天氣對它是接收預約的 然後你就可以在台東的高空真正搭著熱氣球 俯瞰我們台東最美麗的風景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把這個產業已經建立起來了 我上任的時候民宿家飯店加起來大概6000個房間 現在已經有1萬個房間了 在98年飯店的平均住房率只有32.3 到去年已經到63.6 從排名全國第17名現在到全國第3名 以觀光來帶動整體的發展 這收到很好的效益 大家看在98年那一年全台東的商家營業額只有529億 飯店佔6.8% 到去年商家的營業額已經高到795億了 餐飲住宿其實也還不到一成 所以它帶動的是整個餅座大了 人來了 商機來了 更多的企業會願意到台東來投資 過去台東是沒有企業要去的 也就是因為這樣沒有就業機會 人都跑光了 那現在企業願意來了 這個是前所未見的 提供了很多的就業機會 其實我最在意的是 怎麼樣讓人民有好一點的生活 所以就業機會創造出來之後 對我們來講非常重要 過去在台東求職求財 中間有很大的gap 很多人找不到就業機會 在去年很高興看到黃金交叉了 現在在台東找員工的 比找工作的還多 現在是企業主在抱怨 為什麼我們到台東來都找不到員工 今年開始我們台東的企業 要到外縣市去參加就業博覽會 去從外縣市把人找到台東來 我們也因為這樣 在經濟部的兩年一次招商評比 有非常非常突出的表現 在以前台東 從來是都是直接就棄權的 開什麼玩笑招商評比 那是最差的 最差就是這一項你還叫我們去比 不用比了 直接就棄權 兩年前我們第一次參加 在非六都那一組拿到第二名 今年我們第二次參加 全國第一名雙料冠軍 招商成果跟排除障礙 排除投資障礙 看到我們其實市政作為是在改善 人民的生活 所以有一個方法去看民間 到底有沒有改善 我們去看金融機構的存款 在台東縣裡面的金融機構的存款 你會發現很驚人 五年前1180億到去年底1475億 常住人口只有20萬 五年的時間竟然可以增加300億的現金存款 另外一個數字以外的 我們看到開始 有很多的新移民到台東來 台東被看見了 台東現在是人家嚮往的地方 我們台東的子弟也開始返鄉了 布拉瑞陽 編武家 他回到台東來了 我們有很多台東的子弟 現在回來接續上一代的農業 或者是自己來創業 自己來次創很多的自己的品牌 我們都很高興看到 漸漸的家庭的功能可以健全起來 我覺得這些不管是新移民 還是台東子弟的返鄉 都讓台東汇聚更多的能量 往未來要繼續發展的 這是這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我要進入第二個主題 民間財富的增加 我剛剛提到了 不等於我們政府財政的壓力減輕了 那個缺口還是在 如果你要更負責任來面對你的債務 面對你的財政的問題 開源節流 刪除不符公平正義的這種福利措施 台東縣的營養午餐 在我上任的時候是全面免費的 但是我一上去 我就開第一槍 排富 沒有免費的道理 我們只幫助真正的弱勢 其他的回到你自己 父母親自己出錢 光這個一年幫台東省了一億 才有真正有一點錢辦教育 大家吃得很開心 沒有去想這個錢從哪裡來 只有兩個兩個可能嘛 你每年餅這麼大 你去排擠其他的預算 要不然就到銀行去接 繼續接 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這樣做 原來路邊停車不要錢的 我一個小時收20塊錢 使用者付費 那段時間我帶鋼盔出門 我只畫500個市中心畫500個格子 這樣不行 鞭炮管制 曾經有觀光客跟我們這個反應啊 說我本來想到台東去圖個安靜 第二天一大早趕快行李框框 趕快逃跑啊 完全沒有管制 也沒有人敢去管制 做這些事情 都要抱定一個心態 如果你們因為這樣不再投我 那我就做一任 OK的 因為我們堅持要做對的事 不然有什麼意義呢 如果台東不能改變 沒有意義 做縣長收換 另外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去過台東 有沒有碰到這種經驗 到處是蒼蠅 好山好水 好多蒼蠅 我開始管制 不准生機份進到台東線來 被農民罵殘了 但是我們要堅定的去做 沒有辦法 成果有沒有 看到了 我們開始在地方財政管理上面 債務管理第一名 開源第一名 財政業務輔導方案 財務管理第一名 在上週103年4月的那個1379期 第一次他做地方政府財政昏迷指數 台東線跟前三任的這個縣長比較起來 進步的幅度全國第一名 我們沒有很高興 為什麼 因為照他的這個評比啊 我們還是在加護病房 只不過我那個管子拔掉了 我雖然還沒有從加護病房出來 很困難 因為那個每年那個預算一邊玩啊 缺口就是就是一二十億 基本的人事財政的 這個社會福利的這個支出 根本都不夠 中央付給你的 完全是完全是不夠的 台東的下一站 國際幸福城市 我覺得這邊有三件事 我們努力要做 一個是智慧化 一個是國際化 第三個就是環境永續 智慧化的部分 整個台東線建置 戶外的免費WiFi 250個熱區 一次把它建置完成 現在每天上網的人數 大概1.5萬人次 從去年8月推出來 到現在不過一年的時間 平均一個人使用的時間 都90分鐘 我跟你講公共網路上面 這個幾乎是奇蹟了 我們不斷的在這個上面 更多智慧加值的東西 國際化 台東要持續跟國際連結 我們很多很多的活動 都辦到國際的水準 但是我知道 我知道真正要能夠 徹徹底底改變這個城市 我們必須要從孩子的英語 教學開始 這個非常重要 我們也在今年要 台東線也要在我們的 組織裡面要改組 在一級的單位裡面 會有一個國際事務的 這樣的主政的這個機關 其實我們的本錢 就是我們的環境 這個環境如果被破壞了 台東就無以為繼了 我們非常清楚 所以在台東我們 在全國之間通過了一個 這個景觀管理的自治條例 這個是縣的單行法規 在我們縣裡面 哪些重點景觀地區 是我們要保護的 像各位看到的 這個池上波浪大道 這片就被我們保護起來了 這片稻田之所以會美 是因為裡面中間沒有 一大片中間沒有電線桿 沒有任何建築物 假如有一個農民決定 他要把他的農地賣掉 在中間讓人家蓋個農舍 你看這片還能看嗎 就完全破壞掉了 雲門也不會選擇到那邊 去做他們創團的 40年的稻荷的這個作品 但這個景觀自治條例 就可以給我們 除了中央的法規 環保建築 土地使用等等的規範以外 對不起 你要到台東來 我縣政府還要看 這個就是台東現在在做了 為的是什麼 為了讓環境能夠永續 這樣的一個目標邁進 謝謝各位的聆聽 你一定要自己來台東體驗 你才會真正感受 那台東無敵的美 謝謝大家